记者林心汉基隆报道,基隆市有家娃娃机店家把龙虾、沙公等活体生物当作奖品,引起关注,基隆市产业发展处展开清查,截至今天下午,共有三家家娃娃机店家有利用活体生物作为奖品的情形,虽然无法立即开发,但已对店家进行劝说。 产发处表示,截至今天下午的清查结果,发现人四路21号家道幸福娃娃屋点,爱四路46号神家旗航娃娃屋点文化路169号家王国娃娃屋,均各有一台鸡台以龙虾作为奖品。 税务局指出,经查这三家家娃娃机店家均已登记客娱乐税,其他家娃娃机家属资料整理中,并了解其营业额是否达到客营业税的标准,是否强调,基于尊重生命,除了对店家进行劝说,也呼吁业者不要再利用活体生物作为家娃娃机的奖品。 。